为梦想扬帆起航 新一季地球知己旅行将登陆东南卫视 一直从阿拉斯加 最冰天的雪地地方一直开到加勒地海 新座票房喜人创纪录 李冰冰全球影响力大增 今天有这样一个好的成绩 我也特别特别的开心 黄瑾瑜参演韩寒电影《飞驰人生》 潘与沈腾有更多对手戏 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觉得很开心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好吃要给力》 不厉害的点心面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一君一辰 大家好 我是紫薇 是的 前不久我们东南卫视 在厦门举行了一场 2019平台规划发布会 展展晚会可以说是精彩分成 而且在这个晚会上 是请到了各个栏目组的特别嘉宾来到现场 我知道紫薇也有去到现场采访了很多嘉宾 那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位呢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地球之籍旅行》这一档节目 我也是很有幸地采访到了 《地球之籍旅行》的制片人 那其实讲到旅行夫妇啊 他们已经去了很多的国家 于是大家就很好奇 2019年他们究竟有什么计划呢 这里我要考一下小一哥 您觉得2019年他们会去到哪呢 要我说他们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基本上都走遍了 要去就去外太空 哇 你这个主意真的非常的好 天马行空 那不知道新一季的《地球之籍旅行》 有没有这个计划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制片人是怎么说的吧 有人选择安逸地活着 有人选择玩命地行走 张欣宇和梁洪这对夫妻 足迹遍布世界200多个国家的旅行故事 今年将继续登陆东南卫视 上周东南卫视2019平台规划发布会 即合作品牌颁奖典礼在厦门隆重举行 《地球之籍旅行》总策划范成刚代表旅行团队 带来了远在非洲的张欣宇梁洪夫妇的新计划 经典的话就是说他会开着车 然后去北美大陆 然后这个是从一直从阿拉斯加 就最冰天的雪地的地方 一直开到加勒比海 是一场非常美的一条旅行 然后他们也在准备 就是在天津港改造一艘破冰船 天哪 然后这艘船能够搭载接近100个人 它是希望从全中国去增集100个 想要看世界的年轻人一起去看世界 作为国内首创无脚本模式的爆款探险真人秀 《地球之籍旅行》不断上演 震撼人心的惊险经历 呈现温暖世界的人文关怀 手机播出节目相关话题 位列微博总榜前十 知乎热榜的相关话题 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 节目豆瓣评分高达9.1分 成绩可谓不俗 现在呢我们在阿塔卡玛沙漠 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是这一个冰的隧道 看看头顶 超美 极高的雪山 极旱的沙漠 极北的城市 极险的火山 张星宇梁洪给观众们展现了自己在地球极致之地的所见所闻 打开了观众们的眼界 做了不少人想做而又做不了的事 而他们做这些事的初衷其实很简单 2008年就十年之前的时候 四川地震 后来他们觉得说我应该换个火法 因为他当时去救灾 然后看到太多的神死 然后想要去说我重新去探索世界 所以他们花了五年的时间来准备 又花了五年的时间来行走 然后去过全世界接近200个国家 然后这十年就这样子走下来 我们其实活得现在太快了 我们可能想要告诉说中国的年轻人说 全世界有各种不同各样的活法 然后你看到现在 我们现在身处的这样一个世界 可能能够让你获得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节目 在地球之极旅行中 没有明星一人的加盟 也没有过多华丽的包装 但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最真实最极致的地球 旅行在过去 它可能和一档纯粹的电视节目不一样 一档没有明星 不同于现在的娱乐节目 但是能够吸引这么多上映的年轻人关注 我们希望能够和品牌去讲一个 年轻人一起去见识世界 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去见识世界 以及一个关于阳光 关于温暖 关于爱情 关于梦想 关于信仰 关于中国人看世界 然后世界看见中国的这样一个故事 就像是我们走遍世界 最终关注的还是我们人自己 也是希望就是说最后我们和品牌 一起去打造这样一个伟大的故事 和实现真正属于中国的人的脚步的 这样一个真正的足迹的行走的记录 用脚步记录生活 探寻最极端环境下人和事 这档节目除了让人们更多的了解 那些令人肃然其境的生命 同时也把中国的品牌与形象 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去 因为旅行的他们这个夫妇呢 他们都是到去到地球上 很极限的地方 这也正是我们品牌所宣扬的 户外的一种到更远的地方去 更显的地方去的这么一种精神 所以我觉得呢 他们的这种特质 跟我们品牌的这个调性是非常符合的 所以说我就很惊喜的 发现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能够跟他们合作 很多的顾客看到这个我们的品牌 能够跟随着这两位主人公 去到地球上各种之极的地方 他们都对我们的品牌 都会增加了很多信任度 对我们这个销售 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帮助的 乐凡天综合报道 看完刚刚这一段呢 真的是特别特别激动 真的也是希望旅行夫妇呢 能够上天下海了 讲到这呢 我就想到了前不久观看的 海洋题材的电影《锯齿纱》了 这部电影呢 是特别的精彩刺激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好的优点 就是中外合作特别默契 请到了好莱坞的动作明星斯坦森 还有我们中国的十一派女演员 李冰冰了 是的 而且这部电影呢 不仅仅是在国内 取得了可喜的票房成绩 在全球还受到了 诸多观众的喜欢 这部我们的国内知名演员 李冰冰也是因为拍摄 这部电影大大提高了 它的全球影响力哦 来了解一下 上周演员李冰冰 现身北京出席某活动 由他主演的电影《锯齿纱》 近来在国内的票房 已经突破了失忆 李冰冰当天在现场 也是迫不及待 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喜讯 我也很开心 其实我最开始 对于我们《锯齿纱》 这个电影上映的 心里也蛮忐忑的 心里是有预估的 但是还是很忐忑 今天有这样一个好的成绩 我也特别特别的开心 也挺骄傲的 为我们的中美合拍片 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成绩 感到真的很自豪 现在它的这个全球票房 已经达到4.97亿美金 将近5亿美金 然后目前这个数字 也是中美合拍片 以来最好的一个成绩 所以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日前黄景瑜现任 上海出席某品牌活动 活动当天 黄景瑜身着一身 黑色机车皮 亮相现场 这扮相不免让人联想到 最近他正在拍摄的 韩寒导演新作《飞驰人争》 想来影迷这话 也很关心 电影拍摄的新进展 现在我们刚把 新疆的部分拍完 然后转到城市里来 拍一些其他的戏份 还在紧张地拍摄当中 电影《飞驰人生》 由沈腾黄景瑜单纲主演 片中沈腾扮演一位 过气车神 而黄景瑜则扮演的是 一位新生代的顶尖车手 不知道两位的首次合作 有没有擦出什么 特别的火花呢 我以前跟沈腾男人不认识吧 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就觉得很开心 就很想笑 然后我们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们的对手戏 还没有很多 我们会把后面的 更多的戏份 放在城市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后面 可能会有更多的戏 到时候再有机会 我再跟你们分享 近日汪东城 现成上海 助行某品牌代言活动 前阵子汪东城 暂时放下了演员的身份 参加起了某档舞蹈类节目 此前汪东城 因为腿伤八年 就再没碰舞蹈 而这一次鼓起勇气 再次重回舞台 在担心旧伤之余 汪东城坦言 为追逐年少的舞蹈梦 都是值得的 其实自己已经不敢 提舞蹈这两个字了 因为自己膝盖的 半月骨的关系 然后震动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对我的腿 是很难去做的 但今天却有这样的节目 可以去再次拾起我这个情怀 然后去展现它在舞台上 其实是很兴奋 然后也用着一个感恩的心 去面对这个节目 那我觉得很开心 是可以跟很专业的伊德老师 然后做搭配 然后一起去展现 成为一个可以让看到人 欣赏跟学习的一个作品 我自己也觉得蛮欣慰的 在演员这个第一职业上 汪东城也一直在不断地 尝试不一样的角色 2018年可谓是 汪东城的高产之年 除了前不久挑战 出演首部古装剧 《蒙飞驾到》之外 接下来汪东城还会有 两部不同题材作品将播出 值得期待 之后会有两部戏要上 一部是我的健身教练 跟张力一起的 然后一部是西夏史书 跟贾清一起的 一部分别是讲健身 然后一个健身身体管理的 正能量的题材 一部是动作爱情冒险 然后有一些跑酷 极限运动的 罗帆天综合报道 恭喜汪东城市 重拾舞蹈的梦想 当然说到跳舞 我也想到我也好久 没有跳这种劲爆的热舞了 但是想想 现在除了这个健身的途径 要去到健身房之外 在这个社会上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舞蹈房 可以让大家去练习 满足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又可以断掉身材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 是的 而且我觉得艺人们 应该要更严格地 管理自己的身材 因为观众的眼光 是非常挑剔的 这部咱们演艺圈的 黄子涛 最近就被说 好像发福了 来看一下 上周末 黄子涛在上海 出席代言活动 单飞多年来 黄子涛在演艺事业上 分外努力 音乐和影视作品 都接连不断和大家见面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外形自然是十分重要 这部黄子涛 为我们分享了 他潮流与舒适 兼得的穿衣法 我现在比较喜欢 休闲的一点的感觉 然后再就是 不那么拘束 以前就会特别喜欢 穿紧身牛仔裤 然后比较正式的 后来就是比较喜欢 更街头一点 现在就是特别 就完全休闲 就是巴不得就是 一个短裤 一个替背心出门的 可能是热爱 宽松舒适穿着的缘故 不少观众发现 黄子涛最近有 花粉的迹象 难道是因为工作忙碌 黄子涛抽不出时间 去健身吗 我其实健身 没有那么专业的去健 因为我确实没有时间 每一天去上课健身 我都是自己 没事健一健 然后饮食也不怎么控制 因为太累了 必须得吃 然后后来发现 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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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一天都在变大 然后后来就不敢健了 就是先缓一缓 然后后来停了一年 没练 然后到现在开始又捡起来 因为当时练的衣服 很多衣服代言的东西 都穿不上 我自己买的衣服 size也变了 所以就赶紧先瘦下来 近日 2018年 C-MIX 中国国际影视文化 投资论坛 在厦门举行 当天 台湾导演兼编剧的 徐归盈 以及主演于庚盈 就写笑颜剧 算了吧 这也叫初恋 现身活动现场 说起艺人 于庚盈 他曾是蔡徐坤的前队友 而且作为音乐组合 C-MIX的队长 他也发行了 不少优秀的音乐作品 那不知道现在 他为什么会想要转型 成为一名演员呢 演员是我一直以来到 崇拜的一个职业 因为你也可以 有很多的角度 他可能站在很多人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我也会一直努力地去 呈现 之后好多作品 给大家 乐凡天 综合报道 乐凡天观影指南 三分钟带你看大片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广告终 欢迎回到 好吃要给力 玻璃海带点心面 独家贯名播出的 娱乐乐凡天 我是小鱼精神 大家好 我是紫薇 小鱼哥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 其实我有一档 非常期待的影片 要推荐给你 叫做 李察的姑妈 李察的姑妈 这个名字第一次听说 听名字呢 我还分不清楚 是中文片 还是国外片呢 是你听名字分不清楚 但是我一跟你讲 这个创作团队 你肯定就知道 就是咱们的开心麻花 那我就明白了 这部片呢 肯定是爆笑喜剧片了 对不对 是的 你看开心麻花 其实带给我们 很多优秀的作品 像夏洛特烦恼 修修的铁拳等等 那这一次也是他们成立 15周年送给观众的礼物 相信你能够爆笑全场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影片呢 也特别适合在 这个国庆期间观传 提高大家的 这个兴奋点和笑感 当然了 接下来时间 我们再来看看 本周又有哪些新的影片 要跟大家见面了 马上进入到我们 乐翻天的 本周院线指南 一周电影推荐 哪家强 竟在娱乐乐翻天 院线观影指南 本周院线电影 将迎来一波小高潮 首先要推荐的电影 就是由贾张哥指导 赵涛 廖帆 徐峥 等人出演的电影 《江湖儿女》 故事起始于 2001年的《山西大同》 由赵涛饰演的 模特乔小 与出租车公司老板 由廖帆饰演的 兵哥是一对猎人 兵哥每天在外面 呼朋唤友 乔小希望能够 尽快进入婚姻 一次 兵哥在街头 遭到竞争对手的袭击 乔小为了保护兵哥 街头开枪 被判刑五年 乔小出狱以后 开始寻找兵哥 以便重新开始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 意想不到的变化 你觉得神是重要的 干大小走 干大小走 中一个 走 能够了 你恨不恨我 对你无情 也就不恨我 作为一个 有着强烈 人文情怀的导演 贾张哥的电影里 没有花哨的技巧 他讲究的是 以情 以细节打动人心 他喜欢讲述 小人物的故事 然后从小人物的 喜怒哀乐中 看到大时代的变迁 也因为这一点 贾张哥的电影 一日以来都受到 海内外各大电影节的青睐 以提名的次数来看 贾张哥 实乃第六代导演之怪 2006年 贾张哥凭借电影 三峡好人 拿下了维尼斯电影节 金师奖 2015年 他的山河故人 也入围了当年 嘎那电影节的 主竞赛单元 而在今年 他的江湖儿女 再度入围嘎那电影节 尽管未能报奖而归 但收获了 诸多影评人的称赞 有人说 江湖儿女 可能会是 贾张哥的电影中 最具娱乐观赏性的一部 那不知道 这样的改变 是否会吸引 更多的观众来观看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第二部要推荐的电影 则是一部很特殊的电影 那就是由土耳其导演 杰达托伦指导的 纪录片电影 爱猫之称 在伊斯坦布尔 猫并不能简单归类为 我们平日所见的 家猫或流浪猫 它们自由地出入于 人类的生活 亲密但又保有自由 介乎于野生与训养之间 在伊斯坦布尔 这样的猫成千上万只 它们以这样的方式 和伊斯坦布尔 共生了数千年 伊斯坦布尔人爱猫 许多人都有自己 和猫之间独特的故事 有人觉得猫是自己 和上帝之间的桥梁 有人觉得猫是自己 活在世上的另一面镜子 伊斯坦布尔的猫之所以特别 因为它们也是这里的居民 伊斯坦布尔是它们的城市 以动物为主角的记录片 其实并不算少数 而这部电影的看点在于 它讲述了猫 与一座历史名城的故事 当萌萌的猫遇上千年名城 伊斯坦布尔 这样的结合 既深厚又有爱 养猫的观众 或者喜欢猫的朋友 这一部爱猫之城 千万不要错过了 电影爱猫之城 推荐指数五颗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乐饭店一周院线 观影指南的全部内容 掌握一周院线电影精华 让你迅速掌握观影方向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来到玻璃海苔 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就有机会获得奖品 上期娱乐显微镜的答案是陈伟婷 恭喜这位幸运观众 获得玻璃海苔提供的礼包一份 是的 接下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抱着这个熊的人是谁呢 指导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 娱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海苔 所提供的大礼包一份了 将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就行登陆 以下晚上或者手机下载 海博TV客户端呢 是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聚相会在娱乐乐翻天 再会咯 明天见